嗨,你好 在Ella Trader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笔画的部分 它有一些设定是对基本型的外观会产生影响 首先我们到检视下 选到外框 这是Ella Trader里面 专门看线条或基本型的构成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最上面这一排的三个正方形 其实在外框里面 它的线条构成是一样的 我们回到检视 下面来预示 但是为什么在上色的部分 正常预览的时候 它会长得不一样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选第一个正方形 在笔画里面 它有几个设定 包括了一个叫做端点 一个叫做尖角 我们首先看它的尖角 也就是90度转角的部分 它是直角的 圆角的 还是顿角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选项可以看到 尖角是选择第一个设定 第二个正方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笔画的设定里面 它是属于这种斜角的部分 第三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设定是圆角的部分 所以这三个正方形 其实并不是 它们用什么特殊方法去画出来的 而只是在笔画的设定里面 在尖角的部分有不同的设定 所以以此类推 下面三个星形也是如此 那如何要画出一个星形呢 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形工具里面 选到星形工具 在画面上拖拉 这时候如果按着Shift跟Option的话 会是一个正星形 完毕之后就OK了 或者你可以在画面上单想 直接设定第一个半径的数字 跟第二个半径的数字 以这个星形来讲 它的中心点在这里 第一个半径一 是从这个中间点 到第一个尖角的位置 半径二是第一个 是这个中心点 到第二个尖角的位置 所以这两个数值的设定 就可以决定这个星形的外观 有什么不同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 所以第一个星形 我们可以看到在笔画的设定呢 它的尖角的部分 就是尖角的这种设定值 所以它是突出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假如我这时候把它改成是圆角 它就变得圆润许多 改成斜角 它就变成一个切分式的星形了 所以通过这个可以来改变 我们基本形的外观 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所谓的端点 这三条线看起来好像长短不一 但是同样我们到检视下选到外框 可以注意到 其实这三条线 它的宽度是一样的 我们回到检视下选择预示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条线 我们在笔画的设定里面呢 这种叫做方端点 它基本上是从蓝色端点的部分 往外延伸 第二个选项 是属于所谓的这种平的端点 它的颜色的 有颜色的线段的部分 刚好是到我们的节点开始的地方 跟它切齐 第三个部分 点选之后 我们看笔画 它是属于所谓的圆形的端点 所以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选择平的 它就刚好切齐 选择方端点 它就会延伸出去一点点 以上这是我们端点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再介绍几个 基本型的操作工具 好比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选到弧形工具 在弧形工具里面 我们就可以画出下面这种形状 好比说 我只要拖拉 它就会形成不同的这个线条 那我们可以来画水草 画草地 画完之后 假如说我在这边 用黑色选取箭头 选取工具 选取了之后 改变了它的颜色 同时我们也改变它的笔画 本身的尖角的设定 好 本身的端点的设定 好比说选择这个 它基本上就是切齐 选择这个 它就是延伸 选择这个 它就是圆形端点 所以你可以让它 那长出来的这个形状 会有所不同 那长出来的这个形状会有所不同 那 同样的设定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螺旋形去套用 螺旋形在我们左边的基本形工具里面 选到螺旋工具 拖拉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螺旋形 同样的在笔画里面 我们可以去改变 让它呈现的效果 会变成线条是突出的 是切齐的 还是圆润 词 并不语 词 并不语 并不语